阿基斯几十年的餐饮在服务业里头永远不会随便的去拒绝客人 也就这么样的一个服务到位的模式 对于这个陈小姐我们做了进一步 那么很亲切的一个互动 那么也就慢慢慢慢慢慢 衍生的感情上来了以后 那么开始怎么样 开始有关系到他个人情绪的问题 他的情绪是来自于他的家庭生活的压力 这么一个小姐了 她四十几岁了 那家里头了经济状况没有很好 那么经常生活的压力了 打电话跟我聊天的时候 就是哭哭啼啼的 那我往往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 我自己很无奈 可是碍于民众在进行询问做菜的过程当中 我尽可能去闪躲做菜以外的相关问题 我只有回答做菜 那么他提到他家庭的个人问题了 我除了关心以外 我并没有多做琢磨 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也就慢慢慢慢的 那么感情了也就慢慢升华 我看他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我说好了你先别哭 我们就赶快把事情解决吧 那你说来 我们现在要到哪里去聊 结果我万万没想到 他车子停着 就是在这一家摩铁的门口 他就技术很娴熟的 因为我上了他前座以后 门一关 他就前面推一下就往里头转 我心里面愣了一下 我就死了 怎么会这个 我说你搞什么 千万别弄这一个 他说不会啦 我们到里头去比较近这样子 那讲真话 我本来想要趁机开溜的 怎么样开溜 当他进那个闸门的时候 他必须要缴费 那么缴费的服务台呢 要递房卡给他 我本来想那个时候 开着门我就往外冲了 可是我又倒抽一口气想回来 我如果往外冲的话 那我是不是这个形象呢 就让这个摩铁的员工看到 哦 阿吉斯那么搭着什么人的车子 进入到这个店里头来 我当时心里面是有顾忌的 结果我就没有做这个动作 后来他都拿了房卡 速度很快的就上了这个摩铁的楼层 那进了去以后 我们讲真话 我还是生平第一招 摩铁是什么样子 往往都是在同学开玩笑当中 同人开玩笑当中 略亏一二而已 所以一上去以后 他把铁门拉下来 那我心里想 铁门拉下来 如果说有人跟拍 有人怎么样的话 我心里面就踏实很多 但是我们没有进房间 就在车子里面 那么在这儿呢 我也必须要坦白讲 就在车子里头了 那么整个情绪一上来 有做一个拥抱的动作 也做到了嘴对嘴的动作 那我就坦白说 来到底什么问题 那这里头了 这里头有牵扯到 因为他的家境困难 有跟我提到 怎么样来去做一点点经济的援助 所以他就会跟我提到说 可能爸爸妈妈 看医生怎么样 需要三千五千的这样子 我二话不说 马上就拿出来 就借给他 讲真话 这个女孩子呢 尽管人穷 她自不穷哦 这个钱借出去以后 她都有还给我 还给我以后 我就心里想 那应该没有什么 可以再聊了吧 我说我们走吧 那么其实当下 我也可以打开车门 我就走着那个 整个现场的汽车跑道下来 可是她还是说不要了 我载你下去了 因为总是让你 别人看到你这个公众人物来 总是不好 她也主动的 替我讲到这一点 当然每一次的约谈 我回去都会跟太太禀报 这一个陈小姐了 她真的是很乐情 经常有事没事的时候 好比说今天礼拜三 晚上录影 行男主厨都录到很晚 她知道我录到很晚呢 她都会主动的传简讯进来 上面写的就是 弟儿老公 就是写这样子哦 弟儿老公 我知道你还在忙 你辛苦了 现在外面下雨 天气很冷 你急着起慢一点 都会这么样的一个 窝心的叮铃了 除了这个叮铃以外呢 每一次呢 在很频繁的 像公开的那种 stop park 见面的时候呢 经常也会送东西给我 好比说她会送一些 对于肝有帮助的一些药 好比说她经常看我穿工作服 总是感觉不够体便 她也会买衣服给我穿 但是我把这个东西带回家的时候 我绝对巨石跟我太太回报 她非常的厉害 因为稍微两个身体的一个宽敞度呢 买的时候穿进来 居然都非常的合身 那我也把这个事情的巨石跟老婆讲 尤其当她传简讯给我的时候 里面都会直接写 第二老公 我不会跟大姐计较 指的就是我太太了 她已经把自己先下了一个 小二的一个位置 我不会跟大姐计较 我愿意服侍你一辈子 我不计较名分 诸如此类的用词呢 我当下没有任何怀疑 因为我心里头对这一位小姐 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邪念 或者是淫荡 相对的 我还把这个手机的 赶快给我太太看 我说老婆 赶快给我换手机的号码 这个一定要让她知道 要不然你平白无事 为什么要放 去换这个号码 那这个老婆也都知道 第二次 我又跑到了 我们媒体朋友拍到 我在内湖的那个什么 台北和谱饭店 那报告各位 不是和谱饭店 就在和谱饭店前面 有稍微绕了一圈 绕了一圈的重点是什么 因为他可能也在 替我们的一个形象 可能怕被人家看到不好 所以找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 在那个附近呢 绕了一圈以后 那么这个画面呢 背景就是台北和谱饭店 那也让这一个跟踪的 这么一个 这个媒体的拍到 因为后面的背景跟马路边呢 是完全吻合的 那么也是一样 重点的事情呢 我的关心就是 上一回你跟我求助的事情 爸爸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他说都已经很圆满的搞定了 他很放心 我说好了 那既然没事 麻烦你们就送我回家 也就这样子了 再回过头来 透过新生北路 到景西街的地方下来 我的摩托车就是停在 那个景西街 那个桥边的 景西大桥的桥边 那我就下了车 直接就骑摩托车回家 那也还好 像这个周刊一出来的时候 发生的这些事情呢 平常我都有跟我太太 去做报备的动作 那像刚刚 他还打电话给我 包括我的女儿 他都说 我们都支持你啦 那你就好好面对 你如果说真的有做 你就坦白承认 那我在这边呢 给各位好朋友说明的就是 我没有承认什么 但是我只是说明说 我有做了这些个动作 是非常不治的行为 那么让全国的民众 一路挺我 相信我的这么多的 民众朋友呢 彻底的失望 那阿基斯没有任何怨言 很多女性的客人很热情 她说要跟你拍照 你怎么样 然后甚至于 就搂着你的压缩 我们自拍 等到我们对准 她的镜头的时候 她的脸颊就过来了 就这样子进来 我经常碰到 这么样的一个经验 但是我都会提醒 纯粹只是让大家 您自己收藏留恋就好 如果你给我上FB 我绝对会对你提告 都有做到这一层把关 那么在这边呢 也跟各位讲一句 很矛盾很荒谬的事 今天两度被拍到 我到里头去 我们轻轻白白 轻轻白白 就是铁门拉下来以后 就在车子里头 拥抱一下 让他感受到 我们给他的一点温暖 那么没有进一步的 到里头的房间 去做任何复动的动作 这一边呢 我必须要很诚恳的 跟大家来句实回报 就这个样子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